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陈家俊 今年35岁 但如今我还在创业 音乐也是我的事业 我第一辆车是我24岁左右的时候买的 当时就是一辆华萨特 但我觉得车也是需要磨合的 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感情 就像我这个车陪着我去到这里去到那里 有非常好的安全感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 on my jazz way Jazz it up 爸爸 我今年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It's a secret 我们告诉你 我的爵士乐梦想一直都在 我从13岁开始学习saxe 18岁就到外面接演出 所以我给我们的乐队起了一个别名 就叫做后备箱乐队 我们在台上享受每时每刻 或者是来自于乐队团队的这个 它给你一个眼神 它给你一个和声 你就知道 我接下来要演奏什么 我们在一些有规则的范围之内 去做一些没有规则的创作 那爵士乐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激情元素 对 它是最早买车的 男人嘛 比有点钱就喜欢消费 当时我家里面的人不支持我创业 还好当时创业的时候还比较顺利 还可以有钱买一部车 所以说家里面的人也就不说什么 做音乐的人嘛 总是少一些生意头脑 他的头脑几乎是零 但我觉得这很正常 至少音乐没有抛弃 玩不错 行啊 那明天我儿子过生日 要的就是这个惊喜 所以说咱们明天一起去吧 我记得有一年最忙的时候是 可能一年365天 我大概有265天以上是在外面飞来飞去 他喜欢看我吹 喜欢看我演奏 我比较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我希望他可以有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 我们队员之间其实非常的有默契 不是只有工作 其实工作和生活还是有一定的结合 我觉得懂得坚持和默契之后 才算真的长大 而你真正热爱的那个东西 它永远都会存在 我也希望我和我的帕萨特 走过的每一公里 都是人生中难忘的回忆